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家庭工艺的一个重点监控单元 重点监控单元包括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家庭反应符 也还包括我们说的一个清气的压缩机 清气压缩机它要保证从一个长压的 或者一个稍高压的一个状态 保证我们说的一个清气的压缩到 我们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工况条件 这个时候我们说考虑到清气 它是一个亦然亦爆的气体 我们说这个清气的压缩机 它肯定也是防爆型的压缩机 第六个我们说的一个重点监控的一个工艺参数 我们说第一个叫监控 我们说的一个家庭反应符 或者催化剂床层的温度和压力 第二个家庭反应符内搅拌速度 这一块前两条这两条说的是什么 其实通常来说我们说的一个家庭反应符 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个形式我们最常见的腐式反应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类固定床反应器 这类的反应器表现出来不一样的一个作用机理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床层 存在固定床层的时候 这个时候把原料通到一个反应符 固定床反应符的一个内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底物 经过床层经过床层一个催化剂的一个催化作用 就可以生成我们说的一个目标产物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监控床层的温度和压力呢 很简单 如果我们说床层它是一个催化剂填料的一个觅食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说的一个底物 跟催化剂的一个床层填料完全接触的时候 才会形成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底物 但是如果因为填料的原因 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原因 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 造成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底物 在催化剂床层中间的哪一个部位 一小点的一个局部部位造成浓度太高 浓度太高 如果又有足够多的一个催化剂的一个催化效果 就有可能造成催化剂整个床层的一个部分 一个点它会存在异常的温升 这个异常的温升 我们采用催化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床层的一个患热 很难达到一个取热的效果 这个时候由于这个局部温升很高 就有可能引燃甚至引爆我们说整个反应体系 我们必须要监控催化剂床层的温度 第三清晰的流量和第四反应物质的一个配料比 因为我们说清晰的流量 清晰的流量 第一个我们考虑到这个清晰是一个反应体物 第二个我们考虑到这个家庭反应 通常来说是一个高压的一个反应 我们利用清晰也达到一个增压的效果 所以我们也必须监控清晰的流量 而且我们有时候 这个清晰的一个量会适当的再增压一些 作用是什么 利用清晰来达到一个取热的效果 因为清晰冲进去的时候 它是一个常温的或者说是一个冷的压缩气体 对吧 它在排放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正常条件下的一个气体 这个时候它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它也有取热的一个作用 第五个系统的氧含量 第六个冷却水的一个流量 第七个压缩机的一个运行参数 加氰的一个尾气的组成 加氰尾气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重点监测 加氰尾气里边的氢气和可燃气体的含量 如果这里的氢气和可燃气体没有被完全给冷却下来 直接达到一个尾气的一个排放中间去呢 就有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还有系统的一个氧含量 我们说氢气它本身是一个可燃性的一个气体 而这个反应底物呢 又是我们说的一个可燃性的一个液体 这个时候不管是气体还是可燃液体的可燃蒸气 都可能和氧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我们也必须监测系统中间的氧含量 第七个安全控制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呢 我们说的一个温度和压力的一个连锁和保镜 第二个反应物料的一个比例控制和连锁系统 第三个冷却系统搅拌的稳定系统 第五个清气的紧急切换系统 这五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前边完全要求一致 还有第六个 我们说在反应设备上面啊 加装安全阀和爆破片这些安全设施 作用是什么 作用如果发生超压的问题的时候 出现超压的一个异常功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证内部的压力正常泄放 第七个压缩机停机的报警和连锁 我们说压缩机 它是保证一个低压的一个气体 像高压的一个装置来进行一个正常输送的一个装置 对吧 如果清气的一个循环那个压缩机停机了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影响清气的正常输送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应该报警 或者直接联动关停了 第八个清气的一个检测报警系统 因为我们说的一个清气 它不是一个亦然亦爆的气体吗 我们必须监测环境中间清气的一个含量 达到了我们说的一个下限值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采用局部加强通风的一个设计要求 来满足室内空气的一个正常交换 第八个 以采用的控制方式 跟加星反应斧的一个温度压力和反应斧的一个搅拌电流 清晰的流量 加星反应斧的一个夹套冷却水的一个击水阀 形成连锁关系 并且设立紧急的停车系统 发生异常问题 异常工创 异常的温升 我们通过自动的一个控制系统 很难恢复到一个正常工况 我们就会采用这里的紧急停车系统 切断进出料 而且保证系统内部仍然是降温的一个处理 第二个 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套系统 增加了一套低冷系统 这个低冷系统什么意思 因为通常来说 不管是我们说的辅制反应器 还是我们说的固定传反应器 它的一个取热的能力有限 通常来说 而氢气又是一个大量放热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了低冷系统 往这个系统中间 通入这些压缩的氮气 或者压缩的氢气 保证这些气体 它鼓进去的时候是一个低温 出来是一个高温 利用这个气体来达到取热的作用 第三 当加氢反应斧内的一个温度 压力超标 或者搅拌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 应该自动停止加厅 而且卸压系统进入紧急的一个状态 第四 安全卸放系统 安全卸放系统 其实这个安全卸放系统 整体跟我们说的什么安全阀 报复片 它的一个作用仍然是相同 发生异常问题 异常供况 有出现异常的一个压力值升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用安全的卸放系统 把内部的压力通过一个卸爆管 或者卸压管 传递到室外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区域 保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第九个 重弹化工艺 重弹化工艺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说的一级氨 跟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盐 这个亚硝酸盐 是可以说我们的一个亚硝酸试剂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说的一个重弹化 反应它的一个底部 是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 一级氨跟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 在低温的一个作用下 生成重弹盐的反应 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弹化反应 而涉及到重弹化反应 都是我们说的一个重弹化工艺 这个时候反应底部 可以是脂肪族的一个化合物 可以是方向族化合物 甚至可以是杂环化合物 它都可以进行重弹化的反应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说的这类脂肪族的化合物 也就是这种碳碳的单量 它没有这种成环的一个系统 它成环 它也是一个非共恶的一个有性化合物 这种叫做一个脂肪族化合物 一般来说脂肪族的化合物 它的一个重弹化反应 相对的来说 这个重弹盐 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差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对这种脂肪族化合物的一个重弹化反应 我们对它的一个监控和检测 要求是更高 而一般来说 我们说的这种重弹化的试剂 不是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吗 亚硝酸 它通常来说它是一个不能在自然界中间稳定存在的一种物质 这个时候 所以就要求我们说的一个重弹化试剂 应该临时制备 怎么制备 亚硝酸盐和盐酸的作用 就能够制备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制备亚硝酸 你可以通过这些亚硝酸盐 亚硝酸那 不就是我们说的亚硝酸盐吗 我们说这个盐酸的作用什么 盐酸的作用其实就是提供这个油离的一个氢离子 对吧 所以说只要能够提供氢离子的化合物 都是我们说的一个可以取代盐酸的重弹化试剂 包括了什么硫酸高氯酸 浮红酸 我们都可以采用作为我们说的一个无极酸来代替盐酸 而我们说的一个重弹盐的一个反应呢 其实很简单 我这个反应的一个底屋中间的引入了一个重弹盐的一个集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重弹化的一个反应 这个重弹盐的集团 整体来说它的一个稳定性很差 它稍微受热或者受到其他的一个化学作用 甚至受到撞击 它都会产生一个分解作用 所以我们说的一个重弹化工艺 我们在做的一个过程中间 在工艺在地形的一个过程中间 我们一定要监控它的一些反应工艺参数 第二个典型的工艺 包括了我们说的什么顺法 反加法 要消选硫酸法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顺法 顺法是怎么样做的 首先我们先这里不是有一个一级的一个博氨吗 对吧 把这个博氨跟我们说的这些酸性的一些物质进行混合 通常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盐酸 跟吸盐酸混合 是不是形成了有机的一个氨盐呢 形成了一个酸性的一个氨盐 形成一个酸性胺炎的基础上呢 这个时候啊 把这个酸性胺炎进行一个冷却 冷却到一定温度以后呢 把这些亚硝酸钠 滴到这些有机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胺炎上边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进行重弹炎的反应 同学们想一下 这样的话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要要求我们说的一级博氨 一般要求我们说的这种博氨和无基酸 它有足够好的一个溶解度 我们才能够采用顺法 对吧 如果我们说了这种博氨呢 它在酸中间的溶解性很差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采用反价法 首先先利用碱来溶解这些博氨 来溶解这些氨基化合物 然后呢再和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的一个溶液进行混合 混合以后呢 再把这种混合的一个溶液啊 加到无基酸的一个冰水混合物中间去进行反应 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加法 反过来把这种物质滴到无基酸的环境中间去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加法 还有第三个亚硝显硫酸法 将干燥的亚硝显的一个亚硝酸钠的一个粉末 加到70%以上的一个农硫酸中间 搅拌称温 适用于我们说的什么呀 适用于我们说的一个水啊 盐酸钠 碱性的水溶液中间都很难溶解的一个博氨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间接的处理 怎么间接处理啊 首先我们先制备了亚硝显硫酸 用一个亚硝显硫酸来达到一个在有机物中间 很好发生溶解的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利用亚硝显硫酸来达到制备重担盐的作用 来解决了前边溶解度不好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 硫酸酮的触煤法 用弱酸或者一水解的一个无机盐 在硫酸酮的一个作用下 跟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钠反应 首先它先分解出我们说的一个亚硝酸钠 进行一个反应 生成什么样 相成我们说的一个有机的一个重担盐的一个反应 这个时候它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间接催化的一个过程 利用这个硫酸酮 硫酸酮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触煤 或者就是一个催化剂 它呢可以把我们说的一个 释放出一个亚硝酸钠的反应状态 来保证我们说的这种有机的一个不安 它可以上去重担盐集团 它主要适用于我们说容易被氧化的一些氨基本分呢 或者氨基耐分这类一个衍生物的一个重担化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的一个酸性环境下 这种什么氨基本分氨基耐分 它很容易受到一个氧化性作用 生成什么呀 生成我们说的耐酮 这个时候它就很难接着往下一步进行反应了 所以我们采用了硫酸酮触煤法 来作为一个间接的一个重担盐反应 还有第五个延锡法 延锡法将这个氨基的一个氧氮化合物 容易氨性钠 氨性钠也就是氢氧化钠 容易氢氧化钠的一个水溶液中间进行延锡 延锡以后再加入亚硝酸钠溶液 将反应混合物倒入氨酸的一个冰水中间 进行重担盐的一个反应 多适用于制备这种多氧氮的染料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啊 藕氮化合物 藕氮化合物就是还有这种集团的一个化合物 我们全部叫做藕氮化合物 其实简单的来说 我们说重担盐可以生成藕氮化合物 但是藕氮化合物在一定的一个反应功况之下 它也能够逆反应形成重担盐 这个反应其实就是一个可逆反应 所以我们从藕氮化合物制备重担盐 从重担盐制备藕氮化合物都可以达到要求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多藕氮的化合物要求啊 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集团 反应物的这个集团中间呢 还有多个这种藕氮化合物的结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从藕氮下面的一个化合物出发 来首先做一个重担盐的反应 重担盐的反应 我们每一个化合物上边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重担盐 每个上边有一个独立的重担盐集团 它又可以和别的化合物去进行化合 形成了最终形成一个多藕氮的一种材料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盐吸法 而重担盐反应绝大多数是我们说的一个放入反应 也就是要求了我们在反应光中间 必须实时的去监控反应服的温度和压力 而重担盐呢 重担盐本身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化合物 稍微受到一个重极冲击 或者一个异常的一个温度 就有可能发生一个分解作用 所以重担盐在温度稍高或者光热的条件下 特别是和还有我们说的一个消极化合物的一个重担盐 极容易发生温解 尤其是干掉条件下 干掉条件下重担盐特别的不稳定 而且它的一个反应活泼性很高 活泼性很强 受到摩擦撞击 甚至是受热 它能够直接的分解或者爆炸 所以我们一般的重担盐 它不会把它保存在一个干干燥的一个环境下 第二个 重担化反应的一个过程 所使用的一个亚硝酸钠 它是一个无敌氧化剂 在175度的降低下 也能发生分解 甚至着火和爆炸 所以我们在使用亚硝酸钠的时候 也必须监控它的一个反应工艺参数 第三 反应原料具有燃爆的一个危险性 因为我们说的反应原料反应底物 是不是仍然是我们说的有机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 它基本上都具有燃爆特性 第三 重担盐的一个重点监控单元 包括了我们说的反应服 同时还包括了后处理单元 这一块 我们说了重担盐 它的一个反应产物特别的不稳定 跟我们说这类消极化合物特别像 它受到一点温度 或者受到一个冲击撞击的时候 它马上就能自行的一个分解甚至爆炸 所以它的后处理单元 我们也必须严格的去进行监控 第六个重点监控的一个工艺参数 包括重担盐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压力 液位和PH值 为什么 这里又有PH值 也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说的一个重担盐的反应 是不是要有一个酸的一个催化 说是催化 其实也对 说是利用酸来提供氢离子 也可以 所以这一块它必定是一个酸性环境下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肯定要监测它的PH值 第二个重担盐反应府内的一个搅拌速力 第三个亚硝酸钠的流量 第四个反应物质的配料比 后处理单元的温度 前边四个没有什么说的 再来说一下后处理单元的温度 因为这一块跟我们说的一个消化的一个反应 同样的道理 消化反应它在处理的过程中间 这种浓度越来越升高 它的一个活泼性稳定程度越来越低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监测后处理的这个单元的温度 防止你超标 产生异常的温度点 有可能会引发暴障 第七个 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压力 进行我们说的一个连锁报警 反应物料的一个比例控制跟连锁控制 第三个紧急停车系统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紧急冷却系统 安全卸放系统 没有任何说的 第六个 我们说的一个后处理单元的一个温度测控 还有惰性气体保护的连锁控制 这一块是什么意思 这一块我们说 如果这个反应中间会存在 会形成一些爆炸性的混合物 会可燃蒸气 或者说是可燃气体 它会形成一颗爆炸性的混合物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府上面 利用了氮气进行保护 这个氮气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活泼性很低的一个气体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惰性气体的一个种类 这个时候 如果通过惰性气体进行保护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原来存在爆炸危险性的一个环境 把它的一个危险程度给降低 原来可能存在爆炸危险 但是我们通过惰性气体的保护 我们可以把这种危险消除 甚至是消灭 第八 以采用的控制方式 将重大炎反应府内的一个反应温度压力 和反应府内的一个搅拌压销酸钠的一个流量 重大炎反应府的一个夹套冷却水的一个进水阀 形成连锁关系 在重大化的一个反应府处呢 也设置紧急停车系统 发生了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超标 或者搅拌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 应该采用自动紧急停车系统 停止净料而且同时保证我们说一个冷却水 冷冻水的一个正常供应 第二个 重大炎反应的一个后处理设备 应该配备这些温度监测 搅拌这些冷却连锁 这些自动调节控制设备 而且还有一个干燥设备 我们说干燥设备怎么去干燥啊 其实就是把这些湿物料啊 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干燥 晾晒或者说是一个热风 都可以夹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但是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动脑炎 它接收到一个异常的温度 它就会分解甚至爆炸 所以我们说干燥设备 应该配备温度的一个测量 加热热开关的热源的一个开关 惰性气体保护的连锁装置 这个时候就设置了一个温度监控系统 如果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干燥设备 产生的一个热风 或者产生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温度 超过了我们说重弹炎的一个分解温度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产生 我们说的一个爆炸危险 我们说就可以采用停止加热的一个热源快关 来达到降温的一个作用 第三安全设施 包括我们说的安全阀 包括票紧急放空阀 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什么业位阀 连锁阀都有啊 刚才我们说重弹炎反应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化合物 叫做藕氮化合物 藕氮化合物 这个反应物中间呢 含有这种结构的化合物 全部是我们说的藕氮化合物 而藕氮化合物在反应物中间 生成藕氮化合物的这种反应 就叫做藕氮化反应 而涉及到有关于藕氮化反应的一个工艺呢 自然也全部是我们说的一个藕氮化工艺了 对吧 而一般来说脂肪族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碳碳料的碳碳这种 我们说没有工作结构的这种碳碳料的一个脂肪族化合物 它的一个藕氮化合物 一般来说 由相应的一个井啊 经过我们说的一个氧化 或者脱氧化来进行积取 而方向族的藕氮化合物 来说前边不是重弹炎吗 就可以通过重弹炎 来进行我们说的一个藕氮化合物的积取 为什么呀 因为方向族的一个化合物 它的一个重弹炎化合物 相对来说稳定 我们说工艺条件控制也更容易 但是脂肪族的藕氮化合物的 脂肪族的藕氮化合物 只能通过井或者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个物质 我们说的一个氧化或者脱氧化进行积取 一般来说不经过重弹化合物的一个藕连来进行积取 因为脂肪族的重弹化合物 一般来说它的稳定性很差 我们很难控制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工艺 也很难控制我们说的这个物质的一个稳定性 这里的井是什么东西 其实同学们应该还有影响 我们说井也叫做什么呀 连氨 这个东西啊 它是我们说的一个可燃的 甚至是一个自燃的一个液体 它在反应中间呢 它在空气中间迅速的一个自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利用井可以制取这类的一个藕弹化合物 首先这个藕弹化合物的典型工艺 包括了脂肪族的藕弹化合物和方向族的藕弹化合物 这里方向族的藕弹化合物就不再说了啊 首先经过重弹炎工艺 我们制备什么呀 制备重弹炎 制备了重弹炎以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反应底物 我们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取代反应 形成我们说的藕弹化合物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方向族的一个合成 还有脂肪族的合成呢 脂肪族的合成 这个时候啊 通常就需要经过我们说的连氨或者水和井了 经过它以后 也可以最终形成我们说的这一块 形成我们说的一个藕弹化合物 但是这一块它有一个过程 一个氧化脱氢的过程 这个时候经过氧化脱氢 才能够形成我们说的藕弹化合物中间 弹弹双剑这么一个结构 而藕弹化合物总体来说 它也是一个方向性反应 而且呢 这个藕弹化合物跟我们说的重弹炎化合物啊 其实道理相通 它的一个稳定性也很弱 而且这个藕弹化合物跟重弹炎的一个化合物啊 它还是一个可逆反应 我们还有印象吗 可以正方位的进行 也可以反向的逆向进行 所以它的工艺特点 跟我们说的重弹炎工艺 其实是类似或者相通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的一个藕弹化合物 不稳定 活性强受摩擦 或者说受热 然后呢 其他的这个撞击性的一个影响啊 它就能够发生分解 甚至爆炸 而藕弹化合物 它的一个生产过程中间 使用的这些井类的一个化合物 这类井类的一个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易燃的液体 可燃的液体 这种井本身是高毒 而且具有腐蚀性 同时它在空气中间遇到氧化剂 它就能够自然 所以我们在利用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反应条件 跟它的一个储存运输设施 第三个反应原料 具有我们说的一个燃爆危险性 重点监控对象呢 包括了我们说的一个 偶弹化合物的一个反应符 也包括了我们说的一个后处理单元 跟前标的一个重点炎反应 跟前边的更前边的一个消化的 一个反应的一个工艺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重点监控的一个工艺参数 偶弹反应它的一个反应符内的 应该监控我们说的一个温度压力 液位和片值 第二个偶弹反应符内的一个搅拌速度 还有反应物质的配料比 这里还有我们说的一个后处理单元的温度 跟我们前边说的重担炎工艺完全一致 稍微有一个不同 我们制备这种芳香族化合物的时候 可以直接利用这种重担炎化合物的一个 偶弹反应 偶连反应 直接制取 但是制备这种脂肪族的时候怎么办呀 脂肪族的时候 我们只能采用这个水和井 来达到我们说的一个偶连反应的一个目的 这个时候井本身 它的一个物质性质很活泼 同时又高度 我们一定要监控这里井的一个流量 第七个安全控制的一个基本要求 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压力 形成我们说的一个报警和连锁 然后反应物料的一个比例控制和连锁控制 然后有紧急冷却系统 这个紧急停车系统和安全的一个卸放系统 这一块没有说的跟前边完全一致 还有后处理大员 后处理大员配置了一个温度监控 而且同时也采用了惰性气体保护的一个连锁控制 跟前边说的一个重弹炎反应是完全相同 以采用的控制方式 将偶弹化合物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压力 跟反应府内的一个搅拌 还有井的流量 还有偶弹化合物的一个冷却水的一个净水阀 形成一个连锁关系 在偶弹化合物 它的一个反应府处设置ESD紧急停车系统 当偶弹化合物反应府内的一个温度超标 或者搅拌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 应该自动停止 并且启动紧急停车系统 切断进出物料 同时保证强冷 第二个后处理设备应该配置我们说的一个温度监测 搅拌冷却联动的一个自动控制调节装置 而且干燥设备应该配置我们说的一个温度监控 加热热源的开关 惰性气体保护的一些连锁装置 这一块跟我们前边的重弹炎也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重弹的一个化合物 它是受热不稳定 而偶弹化合物呢 它也是受热不稳定 我们在干燥设备一定要监测 它干燥的温度到底有没有达到分解温度 达到分解温度 它就会自己产生燃爆危险 第三个安全设施 包括了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放空阀 这些所有的安全设施 第十我们说的氧化工艺 氧化工艺 第一个氧化是我们说的一个有电子转移的一个化学反应中间 有得失电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氧化反应 这个氧化反应体现到什么呀 体现两个 第一个的这个反应化合物中间得到氧 或者这个化学反应中间失去氢 都是我们说的氧化反应 这里涉及到氧化反应的一个工艺 就是我们说的氧化工艺 而常见的氧化剂呢 包括了这些空气氧气双双水 高氓酸胛 氯酸胛 硝酸盐 都是我们说的氧化剂 其实还有别的 别的我们说的怎么样 有机型的氧化剂也可以 不管怎么说 它只要能够提供氧气 或者只要能够提供它的一个氧化效果 就是我们说的氧化剂 首先空气最便宜 最适用的一个氧化剂 但是我们说过 在这个化学中间啊 我们存在了一个非氧化的反应 这个时候很难控制反应的效果 因为受到传质和传热的效果影响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双氧水 双氧水它是一个液态的物质 可以保证双氧水跟反应物质 一个完整的一个混合 同样的 后边还有一个有机过氧化物 也是考虑到一个问题 我们说有机物跟这个水向的物质啊 它的一个急性差别 有差别 这个时候它仍然是一个分向的系统 什么叫做分向系统呢 水在下边 然后有机物呢 在上边 这个时候也很难保证这里的一个氧化剂 跟一个反应底物的完全接触 所以后边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个化合物 叫做有机过氧化合物 它就能够解决这种无机化合物的一个缺点 然后典型的工艺 包括了我们说的什么 乙缺氧 氧化制备我们说的一个还氧乙丸 对吧 这个乙烯氧化制备还氧乙丸 我们说的一个乙烯和氧气 制备我们说的一个还氧乙丸 同样的考虑到这里的氧气啊 它是一个气象的状态 我们通常说这种气象状态 很难保证一个反应正常进行 虽然说的这里一个乙烯也是一个气体 但是如果是我们说的这种的一个绿饼烯呢 如果是我们说的一个绿饼丸 或者说是绿饼烯 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是我们说的绿饼烯 绿饼烯 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氧气的一个氧化 可以达到一个反应条件 制备我们说的还氧氯丸 但是氧气它是一个替态啊 它很难跟我们说的一个物质接触啊 这个时候就采用了双氧水氧化 利用双氧水啊 它也是一个叶像物质 可以把这个氧化成还氧氯丸 还有第四个我们说的一个甲烷 甲烷氧化制备什么样 制备以缺 这个时候啊 前面两个体现出来什么样 在反应物的分子中间加入了这些氧 加入了这些氧的原子 对吧 但是这一块呢 第三个反应 天然气制备缺呢 这一块就不是加氧了啊 这一块体现在我们说的一个反应化合物 脱氢 它脱了氢 仍然把它认为是氧化反应 然后呢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对二甲本氧化制备我们说的一个对本二甲酸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耐 加上一个氧气制备我们说的零本二甲酸 都是我们说的一个氧化体系 还有我们说一个甲本氧化 首先氧化是什么呀 本甲全 然后本甲全可以进一步的氧化呀 氧化是什么 氧化成本甲酸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氧化工艺 这个氧化工艺 不管你是反应分子中间得到氧 或者反应分子中间脱去氢 它都是氧化反应的范畴之内 这个时候 首先它的底部具有燃爆危险性 对吧 我们说的一个底部具有燃爆危险性 同时呢 我们说会利用到氧气呀 氧气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助燃物 这个时候氧气跟可燃物接触 它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环境 对吧 所以第二个 反应物的一个气象容易达到一个爆炸急线 具有闪爆的危险 而且部分的一个氧化剂呢 本身它具有燃爆的危险性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双氧水 它呢 它一般来说不把它叫做一个燃爆的危险性啊 但是这个双氧水它确实会分解 分解出来产生大量的热 而且放出大量的氧气 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双氧水的一个危险程度 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在内 第四个 产物中间容易是形成过氧化物 这个化学稳定性差 这过氧化物一会就能看到 过氧化物理论上来说 它也有氧化效果 但是这个过氧化物的稳定性特别差 它很容易放出氧气 同时释放出大量的一个热量 而我们说的氧化反应呢 基本上都属于我们说的一个放热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求什么呀 也要求监测我们说的一个反应斧的一个温度 和反应斧的一个正常的压力 然后呢 我们说的第五个重点监控的单元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氧气的一个氧化的反应斧 而其他的一些辅助设施呢 包括这些氧气的一个处运单元 氧气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危险项 它即使是发生泄漏 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不可燃的物质 导致变成可燃 但是总的来说 氧气它的一个处运 要求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就要求氧化反应斧 作为重点的监控单元 而第六个重点监控的一个功率参数呢 首先是我们说的一个反应斧内的一个温度和压力 反应斧内的一个搅拌速度 然后包括反应物料的一个配料比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呢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氧气 氧化物的一个流量 氧化物的流量 这里包括了我们说的氧气 包括了我们说的双氧水 或者我们说的什么高蒙酸钾 氧化蒙这些氧化剂 我们对它的一个流量量都有要求 为什么呀 如果这里的一个氧化物的量增加了 很容易造成一个过氧化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说就想生成一个普通的氧化物 我们就想要生成一个乙酸 举一个例子 我就想要生成乙酸 但是你的氧化物超过量 过量倍数很大 这个时候乙酸就可以进一步的反应 生成我们说的过氧乙酸 而过氧乙酸就是我们说的 有机过氧化物 而有机过氧化物呢 它本身的一个稳定性又差 很容易分解甚至爆炸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监测 反应物中间的有机过氧化物的产量 第五个 这个气象氧的含量 气象氧的含量主要监测的是什么样 主要监测我们说的一个排放中间的一个尾气 它的一个氧含量到底是多少 或者还有我们说这个反应孵之内 它是不是有一段的一个自由页面之上 有一段的一个空气中间的什么氧气 加上其他的一个可氧气体的一个混合物 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监测这一段 这一个范围之内的一个 气象氧的含量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一块很容易形成一个爆炸性危险的一个混合物 第六个过氧化物含量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氧气的含量 如果超标就很可能生成我们说的一个有机过氧化物 而有机过氧化物它的一个危险性又太大了 我们必定要监测过氧化物的含量 第七个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我们说反应孵的一个温度和压力应该连锁报警 然后物料的一个比例和连锁呢 也应该设置一个紧急切断系统 紧急的一个断量系统 紧急冷却系统 这个时候前面四个跟我们说的一个平时的要求完全一致 有一个不同 我们说的一个紧急送入惰性气体的系统 这一块有什么意思 我们说了在反应孵中间呢 这个时候一个密闭的反应孵 下边是我们说的一个可燃液体 但是在这个可燃液体之上呢 这个时候这个环境中间肯定会存在氧气 还有可燃液体的可燃蒸汽 很容易形成我们说的爆炸性混合物 在发生几一条件下 为了防止这里的一个爆炸性混合物爆炸 怎么办呀 我们往这个系统中间送入惰性气体 通常来说这个惰性气体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氮气啊 保证一个氮气的一个正常送入 保证我们说的这一个混合性的一个气体 它没有达到爆炸极限的一个范围之之内 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说 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状态 第六个气象氧的一个含量监测 报警和连锁 我们也要监测上面这一部分的一个氧气的一个含量 第七个安全泄放系统和可燃有毒气体的一个检测 报警系统 这块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第八个 以采用的控制方式 我们说这个将氧化反应孵内的一个温度和压力 与反应孵的一个配料和流量 氧化反应孵的一个夹套的一个冷却水的进水阀 形成我们说的一个连锁控制系统 并且在反应孵这个位置 设置紧急的一个冷却系统 作用是什么呀 作用保证产生了异常温生的以后 我们可以加大它的一个进水量 我们可以保证府内的一个强制冷却 而且在氧化反应孵处处 设置我们说的一个紧急停车系统 当氧化反应孵内的一个温度超标 或者这个搅拌系统发生故障 而自动的一个进行一个紧急停车的一个处理操作 同时保证两侧的一个物料不会排放 而且应该配置这些安全设备 包括了安全阀 报告票 这些安全设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